台南市现在的立法委员选举第五选区 现在候选人是王家珍 那他因为现在有一个之前的助理费的案件 所以在缓刑当中 我现在要问他现在针对他立法委员登记的参选资格 中选会现在的认定是什么 跟委员做个说明 有关于立法委员候选人资格的认定的问题 我们会在这个月15号的委员会议来进行认定 你对他这个案子有没有了解 我现在要问的就是说 这个修法是在5月的时候进行 那王家珍他那个时候案件的判决是在2月 所以他那个时候申请要缓刑时间点是2月 他怎么会知道三个月之后 他的缓刑的申请会变成他不能够参选的理由呢 如果他当时2月之后选择议科罚金 就没这回事啊 他当时信赖缓刑并不会有其他的后遗症 这个信赖为什么到3个月之后不见了 然后现在中选会要对他来可能要以这个理由来剥夺他的参选资格 我现在是希望你们能够在事前 就能够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充分的讨论 事前我没有办法 事前我只能够根据这个法律规定是怎么样 我希望让中选会的委员在开会的时候 能够充分知道这个案件做充分的讨论 有利不利的我们都会予以考量 这个案件其实是一个 没有预设立场